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 高速交警在巡查中发现 有人爬上了申家湖高速同乡段一块指示牌 在上面走来走去 大晚上的这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高速交警嘉兴支队 姚庄卡点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高速交警询问得知 男子姓刘 湖南人 租住在附近的村子 刘某白天在附近溜达时 发现指示牌上有个鸟窝 于是就等夜深人静时 偷偷溜上了高速公路来掏鸟窝 没想到被抓了个正着 因为慌张 掏的鸟蛋都掉到地上摔碎了 这个爬电鞋杆的工具是哪里的 这个买的 也是买的 掏个两个鸟蛋 爬个大晚上高速公路爬电鞋杆 高速交警对刘某私自上高速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并没收了他的攀爬工具